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北京政府发表了相关重要文件 中方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 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12点内容强调劝和促谈 表明了中国大陆对于俄乌战争的一贯立场 启动和谈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随后表示 尽管这不是和平计划 也不是解决方案 但却是中国大陆的想法 他也表明希望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泽伦斯基表达中方有助于全球安全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却指出 不认同文件中关于单边制裁的部分 因为制裁是一项重要的工具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也指出 任何只是为了指战 并让俄军持续占领乌克兰领土的组合协议 都不是真正致力于和平 基辅当局对于北京提出的立场文件不领情 但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高度赞赏中国大陆的态度 而在俄务战争中年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来一直强调 忧虑中国大陆可能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援助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目前并没有证据 相较于美国忧虑中国大陆援助俄罗斯 拜登已经加码军援乌克兰20亿美元 但是对于泽伦斯基希望援助F16的请求 他也表示目前并不需要 因为美方现阶段的军援 是希望乌克兰能挺过今年春夏进入秋季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项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 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